请问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来宾 2020年一个新的十年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那来到我们现场节目的 除了刚刚七点钟时段的沈云冲之外 来到我们现场节目的第一位的来宾呢 竟然是郁慕敏 欢迎新党主席郁老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新年快乐 2020元旦快乐 爱你爱你 没错 爱你爱你 哎呀好 这个郁慕敏是跟得上时代的 好了 我们今天请郁老来 因为你选举还有剩下11天了 是 我分三个三个部分谈 第一个 我想谈一下 反伸头发 第二个 我想谈一下你对现在选情的看法 因为选情 你比我更有资格谈 你在看着台湾的政治政治三四十年的时间了 大概也没有看到过这种选举吧 这种选举就是你看民调 那基本如果如果看民调国民党大概现在能不能到大门都给关关起来了 所有的所有的立委呢基本上面的大概也都都不用出来走了 因为看起来国民党就已经垮了如果你看民调 呃立委立委当然输一片 韩国瑜更是呢只有人家三分之一啊 那个是多惊人的数字如果如果如果总统大选 蓝军的选票 总统的选票竟然只有对手的三分之一 那你基本在告诉你就是国民党已经打烊了蓝军已经打烊了 以后台湾你基本上就没有没有蓝军了 就像是英国的自由党一样变成是一个边缘的政党 可是你到马路上就不是 我一直说 这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未来还有11天了 从过去两三个礼拜之前开始 台湾的政治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情况 就就是现任的执政党 现任的总统 他在选举的最后一个月 他的声音被盖台了 你知道盖台就像是我在我们现在在广播电台做做节目 但是你找不到飞碟电台了 你听不到飞碟早餐 明明早上八点钟唐强龙做现场 今天访问运木铭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听不到 因为被盖台了 被周围其他声音都把盖盖住 听到的呢都都是别人的声音 蔡英文被韩国瑜盖台这件事情 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非常恐怖的事情 他不是刻意的 他是自然满出来的 在马路上面你看到的所有的造势的场合 第二个你看到网路上面的那个声量 第三个你看到的电视辩论 包括电视证监会的收视率 你去看各台蓝的跟绿的这些的媒体的收视 因为报报纸不准 报纸那个报份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收视率基本上还可以当参考 你看收视率的时候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我觉得民进党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除了在民调民调上面 余后春损出现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一些民调机构之外 媒体呢十家里面呢 我不要说九家 起码有八家 大概都是挺蔡英文的 可是你去看啊 你去看媒体在转播时候的收视率 蓝的台 远远的高过绿的台 而且那个是呢两倍以上的高 那个时候收视率是很特别的收视率 他在告诉你就是说 民调当中所反映的那个数字的表面的底下 就不是这个样子 上层的民调呢 看起来呢 蓝军的这些 这些选情呢 好像很冷 如果你看民调 可是呢 民调一拉开之后呢 底下是非常非常热的 而且呢 是我这三十年来看过 可能蓝 蓝军最团结 最热的选举 除了蓝军 当然不是只有蓝军啊 我这几天我一直讲 就是说 这次的选举 如果到最后我分析的时候 蓝军 韩国瑜的支持者是蓝军加弱势 有有许多弱势所谓的宿命 这这次不知道为为什么 以前都不太动 那现在呢 倾巢而出 表达高度的投入跟忠诚跟热情 这是蔡英文的 是绿军加弱智 弱势加弱智啊 那个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 那他不是弱的问题 而是他判断力的问题 好 那待会第三个呢 我当然要要 要听听看新党对这次呢 这对这次选举的规划呢 跟看法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不分区的名单上面 来做的特别的安排 我们先看反反胜斗法 这件事情作为新党来讲 国民党昨天 我讲好听点 国民党昨天请军入翁 以退为进 在立法院 我我认为国民党 他们是判断 反胜斗法 这个时候你民进党霸王 硬上攻 硬推 我我国民党判断 这对民进党是有重伤害的 你你逃不到便宜 所以国民党呢 表面上面挡 但实际上面就让你进来 就让你过 昨天如果不过 国民党还有点麻烦呢 昨天如果蔡英文突然踩刹车了 说反胜斗法不 既然大家这样子讲 那我最后十一天 我先不过 我我我交个新会去助理 国民党会有点尴尬 国民党会说 嗯 这这这个表表现呢 蔡英文还是冷静 但是昨天蔡英文 硬着头皮就让他过了 过了之后OK 那就照剧本演出 国民党可能是请军入翁 好 但是新党必须要有立场上面的表达 你怎么看反胜透法 你刚才分析的一点不错啊 就在国民党的策略上面 嗯 他认为是从选举角度来看 嗯 蔡英文的反胜透法 嗯 对他的选举是不利的 是的 嗯 所以他的通过 嗯 假设蔡英文 嗯 能够按照选举的常规来讲的话 他这个时候顺势 说我可以尊重等下一次的民意 嗯 新的民意 是 但他话也已经讲了 他说下一次等到还要让邱毅 无事还来审吗 嗯 这种话就是他的个性 嗯 我常觉得政治人物啊 不要以自己的性格 个性来决定这个政党的策略 那是一个绝对错误的 嗯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在现场的抗议 啊 这些呢 我可以去体会到 他是从选举角度考虑 但是国民党应该也晓得 说很多人是对国民党有所期待的 嗯 那么反胜透法 他不是一个合法的换句话 用一个选举的名义 蔡英文也是在这个12月31号以前要强行通过 他的意思就是呃 现在很多人渗透了 所以我们不能不这个啊 那包括有些像管闭林 他们说已经渗透了12年 嗯 我说这些人啊都是你刚才提一个叫弱智 是 我觉得太有兴趣了 是 这真是个弱智 嗯 你12年你折制4年你干嘛了 嗯 对不对 你说你前面推到马英九 但是你的4年呢 那选你就是要把马英九 你是批评马英九 嗯 你要改进啊 结果这4年 你还认啊 这些大量的渗透进来 都是弱智 嗯 然后说哎呀 这个进来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立法 你还要拖 你们还要拖 你们都是包庇 嗯 这种都是我们看起来啊 对要跟他去对话的 真的呃 太糟蹋自己了 他他我我 我觉得我值不值得嘛 对 那我我们是有水准的人 然后跟你去讲这些弱智的话 那我不认为这个需要 那新党怎么办呢 那国民党他需要去啊 顾到他的选举 那国民党呢 本来就是一个蓝营的一个政党 嗯 那我们表示表现的就对就对 错就错 嗯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历史的时刻里边 留下记录 什么记录 是这个是个恶法 这个法是不需要的 但是因为选举 大家都在骗选民 那为了选票而骗选民 那我们什么理由不需要 因为他里边的12条 你根本是散弹打鸟一样的 就像今天的保日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除了听到之外 你如果透过直播 你看得到的 那今天的联合报 让这个从他从他那个反胜党 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讲这个很可怕 这个是一个空白支票 是一个空白授权 那你行政部门 立法立法院呢 等于是呢 把把这个把这空白支票呢 就交给了交交给了 那就是说的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要怎么开都都可以 反胜党法空白授权 而且他没有主管机关 他的他的主管人 就是蔡英文 是的 所以蔡英文说了就算 没错 那么他把整个空的就 对 要他今天准备打谁 他就找哪个部门 所以等于全民受害 而不是单单说政党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真相要说出来 所以我也不用去主办 我只是昨天说 大家四面八方走到立法院 那国民党其实啊 他在他的立场战略 我刚刚说同意的 可是他应该不要去阻止他的支持者 这才是聪明的 因为党有党的政策 但是党有党的党义 就是党的民意 那么这些民众他也可以自动的 可是我们很遗憾的 国民党居然在网络上这些 说绝对不要去 去就是中了新党的忌 我说就昏了头了 中了新党忌 新党是怎样呢 然后有人说了 跟你在一起就是怕染红 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 昨天带了红帽子 你们说我们带给我们红帽 我们自动戴红帽 但他们戴的红帽都是财神帽 就是大家有钱赚 所以在反渗透法上面 我认为还有后续的 国民党跟亲民党说视线 都视线 除了视线还有共同 还有一些方式 所以我们还会抗争到底 这第一个你问到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来说了这个选举 选举在民调上 我从开始就说民调 我不信他的 我先打断这个 因为选举待会 我还是要好好听你意见 但是反渗透法这件事情 蔡英文现在 或者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 到最后这个月的时候 我感觉民进党 他在选举的定调上面来讲 他遇到困难 他遇到困难 我想跟过去几个月 他在民调当中 不管他自己信不信 他在民调当中的领先 以及他不断在黑韩国瑜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对韩国瑜的那种的压制的效果 在过去几个月是很明显 以至于民进党呢 在一个月之前的那五六个月的时间 民进党表现从民进党初选之后 六月份初选之后 到十一月为止 民进党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轻敌 觉得这场选举已经完了 不管是民进党的立委 甚至于连柯文哲也 也是这个调子说呢 现在是垃圾时间 篮球呢已经打到第三节打完 遥遥领先 主将都退场了 大家就把时间拖完吧 一个多月很很很烦了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 垃圾时间 那因为轻敌的关系 所以他的主将呢 也没有也没有上 甚至呢换换好衣服呢 都准备呢 要要要要演下一场了 可是最后这个月的时候呢 竟然发现了韩国演出大复活 这种在运动场上面 你偶尔会看到 就是明明大幅落后 但是没想到被逆转 最后一节的时候呢 你的你的这个被你看不起 践踏碾碾压的对手 就是演出大大复活 好因此呢 他有点变招不及 在一个月之前 民进党的口号很很很简单 下架吴思淮 他当然不会冲着新党 否则他一定跟着喊下架邱义 下架吴思淮 我忍不上国民党 国民党不是只对 只对新党 国民党对吴思淮 对自己提名的吴思淮 国民党几乎都没有声援的动作 吴思淮有什么好下架 他还没有上上任呢 下架蔡英文是因为你先 你是现在的总统吴思淮连立委都还没有当 第二个你今天因为吴思淮去过去过去过大陆 去过北京 那习近平在前面讲话退降呢 因为因为那是那是一个活动嘛 他们坐在底下 讲话当这边 你说他在听习近平的训话 你要扣那个帽子 你要去解释那个现场 那那个呢基本上是你的政治动机 可是 吴思淮是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吗 这些的老军人们 我又不是不认识 基本上面 他们对台湾土地的情感 对中华民国的那种认同 我觉得奉献 远超过你蔡英文 你看那个八百壮士 你就知道了 好吧 你知道你招他八百壮士 这个谬德森死的时候呢 你说太好了 现在呢少一个 剩下七九九 那现在吴思淮 你在对着他 无非想要呢 引导台湾的舆论 继续去攻击这些呢 退伍军人 这些国家认同 跟你明显不同的退伍军人 下架吴思淮喊到 喊到现在 最后这个月当发现呢 整个的选举的气氛 开始呢反转 他他口号都都没办法变 那下架吴思淮 或者针对邱毅 从新党的角度怎么看 新党角度跟一样的道理嘛 就是 他讲那句话 反而让我们觉得 他现在非常担忧 他也了解新党在今年 比过去要有优势 过去要成长 所以他说了 他说难道还要等 吴思淮邱毅来审查吗 那这个话就是肯定 他们会当选嘛 因为吴思淮也在名单上 你下架吴思淮并没有啊 那国民党并不需要 跟一起舞 那吴思淮 大家说他如何 那吴思淮正是过去 为中华民国当军人 在前线 那些东西都是事实 你说他坐在那里听 然后给他戴红帽子 一般的民众不是那么弱智的 尤其蓝银的 我们都说蓝银的 是水准好像高一点样的啊 所以一般的蓝银的都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么新党这次推邱毅 我们本来邱毅就是列明的 不过后来国民党要把邱毅拉回去 那我们就说好吧邱毅你到国民党比较大嘛 哪晓得呢 结果他又把他弄回来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把邱毅推第一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适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除了对蔡英文的不满以外 对立法院基本上也不满的 很多民众就觉得立法委员本来就是要有大声的 而且敢说话的进去的 过去赵二康我们几个进去 为什么我们变成后来包括陈水扁 谢长提一样的嘛 就是因为去扮演那个角色 你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就法案也好 就实弊也好 那么邱毅是个最合适的 因为过去当想起过去的立法委员的表现 跟现在的立法委员就静静的坐在那里 要不然就是开个记者会等等 人民不是这样期待的 人民是希望你非常努力把一个案子就把它拔出来 那我少年最有名的一个 我相信也是密室案嘛 那你李登会骂我们 一天到晚说我新党卖台 所以我说奇怪了 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 你还在那边沟通 你结果讲我们 所以就叫我去把这个事情出来 那这就是一个立法委员该做的嘛 就真相是如何 所以新党对于这样的一个过去 我们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这次呢 新党的推邱毅出来 就是因为民意的需求 民意希望有战将进到立法院 尤其邱毅的洁壁 那么这样对于新党就成长 可是对蔡英文来讲 他是并不希望如此 因为当韩国瑜在配上一个战将的时候 韩国瑜是代表庶民 那庶民蔡英文代表什么 代表权贵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这个民调怎么担忧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怕 我说韩国瑜一定会赢 他说你根据什么 我说那我们自己啊 你代表庶民 任何一个社会基本的民众 庶民是大于权贵的 这是任何社会里边 你为什么认为韩国瑜一定会赢 这个呢我要进下广告呢 听郁主席的看法 因为我要强调就是说 今天我访问郁主席 不是叫郁主席来给大家吹口哨装胆 而是许多的选举的那种气氛的观察 特别是郁牧民 郁牧民在政治这件事情上是曾经的 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一般的反 他的政治他已经看太久了 好那我我简单讲 因为国民党你看到国民党在 昨天在处理反圣斗法 你看到国民党面对到民进党 整个党呢在羞辱吴思怀一个 国民党几乎不敢帮吴思怀讲话 我看到吴思怀的这个脸书上面的那张的照片 他他走到了他在上海的四行仓库前面 隔着苏州河的四行仓库前面 他拿出了中华美国国籍拍了一张照片 那在那在大陆一般人是不敢家做的 大陆在路上你就有拿着国籍拍拍照 不可能 吴思怀做的动作就是我是八百装士 四行仓库那个地标 即使今天中国大陆拍四行仓库的电影 拍八百装士的电影 他把国徽遮掉了 他也不敢否认那个那个是国民党的 那种国民党的军队 国民政府的军队打的 吴思怀是这样的军人 我跟他不熟了 我只看了他这些动作之后 你国民党敢提名他 但是却没有敢为他辩护 这个国民党政党票投心党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请教育木门育主席 你对选情乐观 真的假的 广告回头之后听育主席怎么说 8点42分15秒 我看到有一些的大陆朋友说 不你讲错了 八百装士是中国人 八百装士呢都是大陆人 你不要跟我跟我跟我争啦 这我知道我爸爸也大陆人啦 我爸爸也是在大陆土生土土长到台湾来的 那八百装士的历史对我来讲的如鼠家珍 那不是军教片的洗脑 你像当当初送说送国旗的这个油油过河的杨慧敏 也是在台湾啊 对不对 这些的故事我们又又不是播不小的 今天去争这个没有意思 那个是属于呢整个的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当中 非常经典的一部分 大家呢共同享有那段的历史 共同怀念那段历史就可以了 那是谁打的 是清清楚楚楚楚的 好来回头呢继续访问新党主席的郁牧明 郁主席 那访问的过程呢当中呢 我也会有我对对选情的判断的看法 我刚讲了一些 你为什么对选情乐乐乐乐观 当然他会说郁牧明当然要乐观啊 对不对 你是新党的主席当然乐观 你可不可以讲真心话 你你的你的你的乐观是真心的乐观 还是其实只是呢 在帮新党或者在帮蓝军的喊盘 你刚才说了 我过去这么几十年来 我对于外界的事务的判断 基本上都是非常准的 曾经的 好像没有失准头过 那我今天到收发到现在 我为什么我那么有信心的 他不是没有原因 第一个 我们今天请问大家对蔡英文 施政四年满不满意 我只要先问这句话 你假如不满意的话 那是民进党本身就说了 做不好就下台 这是理所当然 当然啊 所以民主政治 韩国瑜的选举就是我们帮他忙的人 不要去帮韩国瑜正面的 我们只要请问所有的投票的选民 你需不希望未来要好 假如你希望未来要好的话 那么你请问蔡英文四年做的不好 做的不满意 不满意就让他下台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我们没有刻意去 要说一定强拉 说你要一定要投韩国瑜 没有 是你自己这张票在你手里 我们是根据成果 一个施政的政级出来做判断 这是第一个 因为在整个社会里边 对蔡英文不满的 做的不好的 包括民进党本身 都认为他无谣的去挑衅对岸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说民调来讲 那不要去相信民调 民调说一下子 所有民调都相差 百分之多少 二三十三四十 现在都已经快差到四十了 不得了啊 越差的话就说明 说明啊 刻意的是担心韩国瑜 事实上已经在平浪 甚至超越他 所以他要才要误导 所以这种其实是要意向思考 民调差的越多 就证明对方其实害怕的越大 心虚啊 心虚的 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判断都不是随便的了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了解 韩国瑜从开始 就他不等于国民党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讲的韩国瑜 是完全一清清楚楚 就是国民党推的 是国民党支持的 那他的票有的是会局限的 韩国瑜从开始出来 他就不是代表国民党 他在高雄能够拿那么多票 包括他的这个铁粉 韩粉 因为都都是民进党的 所以现在连绿的 基本上都支持他的 对 现在对韩国瑜最支持的 每天呢 在许多的这些论战的场合当中 为韩国瑜在那边的大杀四方 都是绿的 那么这个就说明出来 不等于国民党 所以我就要呼吁的 国民党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充分信心 连绿的连中间的 连黄的叫包括新党 我们开始都支持的 所以韩国瑜所代表的 在政党色彩颜色方面 他不是一个单一的颜色 他是一个彩色的 所以这是第三点 不等于国民党 那么第四点 韩国瑜本身他说 他代表庶民 那我们就要说了 你到底是真的庶民假的庶民啊 大家说他又有财产 我就是说了奇怪 今天台湾的很多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 这样说起来房子一卖 都上千万的 哪一个是穷人呢 台湾的房屋的自由率 在全世界数一数二高 所以你去打他 说他有财产那些 不是庶民 那个没有用的 跟蔡英文不能比的 跟蔡英文是不能比的 不能比的 他的庶民的意思就是 他的表现 他的风格 他的作风 他可以就地坐下来 跟民众 大家喝杯小酒 他可以坐下来 卷取袖子 大家一起工作 这个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啊 而且他不是假的 他就是这个习惯 对他不是表演 他不是表演 他个性就是这个 你看了 另外相对的 蔡英文 那是个权贵啊 那是富家女的身份 他谁都不能去讲他的 那他出来的时候 前雍后雍的 这些 所以用庶民来代表权贵的话 他不赢谁赢啊 我们今天这些 手上平常受到尊重吗 没有啊 平常你真正的像 今天当家的人 有真正关心人民的辛苦苦难吗 倒是选举的时候都出来了 选举时候都要照顾了 为了选票 所以庶民们最有利的 就是手上这张票 这张票来决定你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些庶民在这么四年下来看了 他有灰心的 这第四点 所以这个票是庶民的票 绝对多于支持权贵的票 第五点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他现在所谈的 蔡英文在辩论 都是拿过去的 要来攻击的 韩国瑜现在 所提出来的青年政策也好 所提出来的能源政策 包括核四问题 非常明确 我当选以后 我就要核四就要启动 这都是一个承担责任的承担 所以从韩国瑜 现在他不仅仅是选举角度 他是在未来当选以后 他要怎么做 他都已经很明白交代 所以我从这五点上面 我们来分析 大家不投他投谁啊 意志坚定 大家才知道呢 你的承诺会不会兑现 就像核四的问题 现在全球的能源问题的方向 非常的清楚 而台湾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 这是很明显的 台湾现在的碳排放 台湾现在的PM2.5 其实呢 对大家来讲的是最致命的 所以我说民进党这几年的时间 率兽食人 有点拗口啦 但是去读一下 读一下的那孟子 什么叫率兽食人 一个国家领导人 如果你的 你的国家治理失败 就像是放野兽出来吃人一样 好那这是 这是现在的台湾的情况 所以你确实有感感受到 就是除了民进党的那些 真的是权贵 我说现在的 现在的这种的党国资本主义 在民进党身上 是非常的明显的 你看那些的高官吃香喝辣的 可是底下的人 连民进党的底层呢 几乎都已经反了 我要进一下广告啊 我一直说蔡英文 蔡英文在之前的电视辩论会上面 当他呢 当着呢 当着镜头前面呢 用那种冷冷的话说呢 蔡英文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如何如何 那句话从蔡英文嘴里出来 不容易啊 那是我看到蔡英文第一次的示弱 到今天 我认为蔡英文第二个示弱的动作 要出现了 今天的有媒体提到说 蔡英文在最后这几天 准备要站上街头去拉票 就像是立法委员站在桥头啦 站在站在那个那个街角啦 然后呢 这过往的行人去拉票 当蔡英文需要站到街头去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遥遥领先的人 需要站在街头去去拉票 他在告诉你就说 我知道情况不妙了 但是不只是蔡英文 连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都遭遇到很强的危机感 他们被盖台了 他们声音都出不来 除非他每天谈韩国瑜 否则连新闻都看不到 这件事情跟去年九合一选举 比如说呢一模一样 最后如果说你要看到整个大的人气的出现 除了这几天会有机场的造势活动之外 那比如说四号 那在台南吧 然后呢九号 在凯达格兰大道 最后呢十号的晚上回到高雄 这几场造势之外 你看看呢 那个去年的盛况空前的 贪吃蛇的摩托车的车队 什么时候会出现 那个都不是能能动员的 那是真正底层的这种的意志的浮现 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请调郁慕明郁主席 二点五十三分五十八秒 今天 一月一号 二零二零年 还有十一天 我们要要投票 二零二年第一天 我访问新党主席郁慕明郁主席 当然天飞在早上听到我们都知道 我的心是属于新党的 我说新党的是一个 新党是蓝军的脑 他保留的蓝军的理念的最纯粹的那一块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蓝军的路线 你看新党比看国民党准确的多 好 你刚说的对选情乐观 对新党的选情呢 我是对自己的政党 我还不是认为最重要 因为我认为把韩国瑜的气拉起来 大家就会考虑到 在政党票是不是应该支持新党 因为拉丘伊他们进去 这是连带的 所以我特别非常强调的 那么在韩国瑜的这个选举里边呢 我刚才讲了五个优点 我还要补充啊 就是很多人 尤其来营的 动不动就说韩国瑜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或者有这个 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 蓝军就是这样 你要挑毛病一定有 那你不喜欢韩国瑜 我也支持 因为个人个人选择 可是拜托 我们大家想一下 现在是两个当中 你要选一个 你要选一个 你假如对韩国瑜不满的话 那你表示 你难道不考虑蔡英文吗 那蔡英文的反渗透法 这样子的一种恶法 是涉及到是全部人的 所以我呼吁大家 假设你要在最后 要决定投票的时候 你总要去选择一个 那么对韩国瑜 你希望他能够上来 比蔡英文要好 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支持 那是绝对韩国瑜当选 当选以后 我们可以还可以检讨 还可以去希望他 期待他 甚至于监督他 那蔡英文我们能监督得了吗 我只要讲这句话嘛 大家就可以自己了解 我们该做什么决定 当你做了这个决定 你也希望我们监督他的话 那么新党 那个邱英 进去 那当然就有战斗力 蓝军 郁牧民是 青出于蓝胜于蓝 他们从新国民党的连线 在当时呢 就觉得李登辉不对劲 事后证明呢 在当时的新国民党 那些判断是是对的 李登辉呢 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好那 郁牧民一主席呢 刚刚的 刚的呼吁 其实 我当然知道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小部分的 蓝军的朋友 还在赌气 深闷气 韩国瑜我不喜欢 他如何如何如何 这种的 数落深闷 深闷气 其实呢 是蓝军的特性 那 但这种的特性呢 到最后做判断的时候 你总要有一个 比较高的层次的判断 这次的选举 第一个 韩国瑜没有像你想的 这么的讨厌 这么的糟了 不是这个样子 你只是跟着民进党 黑哦 已经黑习惯了 好那最后呢 要投票前 来对于 对于选民们 有什么呼吁 拜托大家 带着新党主席的立场 当然 拜托大家 政党票 能够支持新党的话 我们非常感谢你 政党票 请投新党 七号 七号新党 七号新党 好那 1月1号 2020年 民国1090的第一天 感谢新党主席 玉木铭 玉主席来到节目的现场 感谢 谢谢 我们 Viktor 明镜与国109ど 过来自 éc党主席来自 经党 伤失遇 来自课中